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愿上帝的话语成我们的亮光 让我们重新得力 不知道大家喜欢看电影吗 对于国外电影 哪些对话画面印象深刻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遇到危难时 主角对于所爱的家人朋友 给予一句承诺 一句安慰的话语 使得在危难当中的人 备受安慰 因为给予安慰的人是信实的 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是在以赛亚书41章 接续前一章所提到的 上帝是安慰的主 透过介绍他自己的作为 说明他是创造的主 本章的一开始 上帝继续邀请他的百姓 及不认识神的人 聆听述说他是世界的主 神向众鸣提问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呢 谁行做成就这事呢 是谁在管理 神也亲自回答这个问题 宣告他是首先的 也与幕后的同在 接下来后面的经文就会提到 回应神的结果 与不回应神的结果是什么 五道七节中有提到 不如回应神的反应有哪些 海岛看见就都害怕 他们个人帮助灵舍 个人对弟兄们说 壮胆吧 并为自己造偶像 面对真理的事实 福音信息的邀请 有些人的反应是不愿意接受 他们的态度是 害怕进而结盟 进而为自己造神 害怕进而结盟 进而为自己造神 这不单是对不认识的人说的 也对已经认识神的百姓诉说 想想看我们自己 对于圣经的教导 真理的事实 我是否也有自己的想法 不愿意接受教会牧者的教导 不愿意顺服为自己结盟 有目的性的帮助 自己要好的弟兄姐妹 自己形成一群 造自己的神 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 坚行坚缘的离开真理 离开教会 求神帮助我们 谨慎自己的想法与态度 八到二十节提到 如果你愿意对真理做出回应 神也给予他的百姓应许 因为神是信实的主 是安慰的主 我们必经历到神的坚固 神的帮助与扶持 征战必得胜 好教人看见 知道思想明白 这是耶和华手所做的 是以色列圣者所造的 教会在这几个月 面对台湾婚姻家庭议题的 坚持相信圣经的教导 也在当中看见神的帮助 使得在婚姻家庭价值捍卫得胜 二十一到二十九节 耶和华再次对众民说 这些偶像能使你们知道将来必遇到的事吗 或者把将来的事只是你们知道呢 答案是无法 他们中间没有谋事可以回答一句 因为他们所造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 真神与偶像是有分别的 面对真理的事实 福音信息的邀请 求神帮助我们的心事敞开的 愿意回应神的邀请 也相信神是信实的主 神必帮助他的仆人经历到他的信实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孩子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透过圣经让我们深知道 神你是那位信实的主 主啊 谢谢你使用教会 使用的仆人 主啊 在这幕后的世代为你征战 也看见 主啊 你使他们征战得胜 让他们在众人面前能够明白思想 主啊 你是那位唯一的真神 也帮助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他们所传的对象 他们的心是愿意敞开的 愿意对这位真神 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 谢谢你 随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